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會和你們分享我在淘寶買了什麼 因為我買了很多東西 真的很多東西 我要分享兩條影片 這條影片我會講一些電器、相機的東西 還有有趣的電話套 然後我第二個部分就會講假髮 家裡的家用品 還有很多有趣的軟軟的軟軟的東西 就會分別的部分 如果你是喜歡電器 繼續看下去 或者兩個都看完 我也不會介意的 所以有些軟軟我會放在下面的描述箱 所以如果你們想買的話 可以按下去下面就可以了 這件東西我是超級推介的 這裡拆了這個東西 就插在你平常充電的位置 插完這個之後 你就可以在下面 插小SD card 另外一個USD card 那些東西也可以 那為了示範 我就會今天插我的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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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按就可以了 其實很方便的 如果你沒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快點去追蹤吧 然後如果你想插一個SD card 你就放進來這裡 然後 它就會有一個鏡頭彈出來 這裡就感受到 然後就彈出來 你可以按進去 看看你拍了照片 我現在正在用iPhone 那它就買了幾個電話機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就有這兩個 然後這兩個我真的很喜歡 而且真的很像維他奶 我覺得這個Jack Daniels 真的很像 而且這些是一種膠 你們都知道我有兩件東西很喜歡 第一就是綠齊 第二就是Rilakkuma 我現在的手機套是這樣的 然後我在淘寶就升級了 我買了這個更大的Rilakkuma的套 我買了一個更大的Rilakkuma的套 我就買了這個 這個就是你拍照的反光的啫喱 這個Kit裡面就有一個腳架在這裡 然後它裡面就有兩把啫喱 一把白色一把黑色 我在我香港旅遊片裡面 就說過我在鴨寮街那個 很有名的賣光燈的店裡 就買了這個燈 我現在就在用的 但是因為我發覺我拍片的時候 我這邊面就很白 然後我這邊面很黑 因為我只有一盞燈 我就在淘寶買多了一盞燈 這個就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這個就有送袋 我在香港買的時候 這個就沒有袋 只有一個盒 這個其實方便很多 它的袋就是這樣的 下面就有給你插tripod 有這個釘在這裡 後面是可以調整幾光 還有這裡可以調整白燈 或者黃黃的燈 你可以調整你自己喜歡 然後它就有這些部分 我在香港買那盒燈的時候 我就買了它店裡的電 我上淘寶買就買多了一盒 我在香港買那盒燈是大一點的 但是我用完兩盒燈之後 我發覺香港雖然那個盒燈是大一點 但是它的盒燈是長很多的 我好像在去年暑假買到我12月 我一次拍片 我都有用這盒燈的 它還有電的 所以我用了很多很多個小時 它還有電的 但是淘寶買了這盒 小一點這盒 它很快 我想拍一兩條片 可能8個小時都沒有 它就已經沒有電了 所以如果有得選擇 我會見大家買大一點的那盒燈 我在香港買那盒燈的時候 我就忘記買一個charger 那我就上淘寶買了 我就買了這個 它這個大跟小的電都可以充滿 接下來就是這個腳架 我第一次打開這個腳架的時候 我媽媽說它為什麼好像香雞一樣 這個腳架 它這個腳架最長都是這樣 我不喜歡這個腳架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腳架 每樣都是鬆的 好像快爛的腳架 如果你是想買這個lighting kit 或者是用那些小的相機 這個就OK 但是如果你是想買這個腳架 放一部超大的DSLR 這個可能它不夠穩陣了 下一個東西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這麼神奇的東西 就是一個 插在你上半身這個位置 就可以插在你的相機 你拍攝的時候就會定很多 還有可能不用太累 如果你們喜歡ExoGrow的音樂影片 拍攝那個音樂影片的人 是用一個類似這樣的東西 來保持相機 讓它沒那麼震 這個盒空了 原因就是我買了一部電 給我的Canon 70D 就是我現在用這部相機 我現在是用這部電 其實我買了GoPro 都有一段時間 但是我沒有真正這樣用過 因為我沒有那些工具 那你就這樣拿著GoPro就有點悶了 那我在加拿大 就真正正在GoPro的牌子 買過這個戴在頭的衣服 在淘寶我就買了幾件東西 第一就是這個 這個本身你不弄得它長一點 可以放在書包裡面 所以它很方便 然後它就可以拎一拎 然後伸到那麼長 如果你有看我多人多的Vlog 我是用這個和我的GoPro拍攝的 它真的伸到挺長的 如果你不想用GoPro 想用相機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插頭 就是可以給你插電話在這裡 然後我就買了GoPro的充電器 我買這個GoPro的時候 它沒有送這個充電器 所以我每次充電的時候 我都要打開旁邊這個蓋 然後用我的手提電話 充電器來充電 所以都有點麻煩 因為每次我充電 我都要整個相機拿去充電 這兩個 accessories 這個是一個 chest mount 你可以放在這裡 GoPro就會插在胸口 如果你們擔心 上淘寶買的質量可能不太好 我左邊這裡就有 GoPro台子的左 右邊就是在淘寶買的 你看到它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秤一下它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你上淘寶買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然後這個是一個 suction cup 你就可以插在車子外面裡面 如果你想一邊拍開車 一邊拍外面的風景 就可以用這個 我亦都買了這個 GoPro Accessories的一個袋 它裡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然後有多一些GoPro的座 上面這個部分 全部都是SD Card 這些是在深水埗黃金商場買的 有一點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但是是一個GoPro 可以插在你背包的時候 那條帶子 就可以插在這個位置 還有這些 整包一顆耳筒 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我經常都不見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然後就買了幾個充電器 我買了兩個電器 這些就是兩個電器 你們都知道我很喜歡去旅行 那我就買了一個 Universal Adapter 一開啟它 就有這個插頭彈出來 這個在加拿大、美國都可以用的 然後有一個Europe的插頭 還有其他那些 這東西挺有趣的 它好像相機鏡頭一樣 然後你打開它 就是一把風扇 來的 好了 這些就是我買了的電器 那些東西 如果你們想看其他有趣的東西 就可以看下一條影片 我待會再跟大家聊 拜拜